大家好 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三 大家今天有沒有爭著沽貨呢? 又或者是昨天暗盤的時間又沽了一隻月文呢? 今天月文的走勢 大家有沒有滿意?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抽中了 應該就十分滿意了 因為如果以新股去計算 這麼大隻的股份 要一倍的升幅呢? 真的不是容易的 但是月文做得到 也令大家可能對於之後 例如雷蛇 譯音這些會有比較大的憧憬 其實在上市之前一些策略上的部署 昨天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過的 就是95元樓上的位置 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沽貨 所以我今早都身體力行 做了的 我是98.1 沽了 但是今早的時間 有消失令我意外的地方 是甚麼呢? 就是第一 它是高開的 幅度比較多 第二 就是因為今早出現了的現象 是它的沽盤 其實是在初頭的時間 是很少的 所以變了它們一數貨 那一下 真的會在一數那一下 會馬上抹過很多架 所以為甚麼它的升幅可以這麼強呢? 特別是在90至98元那一層 是升得很急的 最主要也是這個原因 但是現在 現在的部署策略是怎樣做呢? 今天早上跟同事 半開玩笑的形式 就是 110 我覺得 可能已經倒了頂了 倒了頂的意思 其實可能已經見到高位 因為 以一個這麼大的公司去看 即是粵文 現在的市值 差不多是900多億 它真的不是很小 它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但它的盈利表現 你可以說 是否這麼快 可以支援它的股價呢? 我覺得是不行的 所以 按道理 它的股價 是有調整的必要 調整的意思 可能是 一兩成的下跌的空間 這是不奇怪的 不過 論過前景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我是看好的 因為最主要 我覺得 騰訊的出品 甚至乎 它的業務的發展 是值得大家 給它一些日價 還有 我自己覺得 它業務的範疇 是有前景的 所以 沒有 現在叫我今天沽了貨 因為只有手 所以沽了貨 變了 先等一等 這段時間 我可能會觀察 但又不會買貨 除非可能 稍後的時間 它的業績很強勁 我追貨也不怕 因為 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說股票的東西 它的業績是好 你追貨你不會擔心 但反過來 當它出來 可能你說 業績是很差的 業績是很差的 這段時間 是不值得留底的 所以 按道理 你說業績好 到時再考慮 都真的不遲 因為 我相信它的股價 不會無資金的升 尤其是這一隻 今天升了一倍 真的差不多了 那 講回大股市的行程 因為 如果大股市本身 今天是比較特別的 叫做低開 然後打上去 然後再跌 原兇就是騰訊 其實今天的走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走勢的港股是差的 差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它是高的 下跌之後 彈上去那一刻 然後再跌下去那一刻 成交量是大的 似乎都反映了 很多人可能開始考慮是沽貨 還有很多強勢股 股價表現是先高 然後低的 即跌下去 這個形態比較不利 比較差 你可以說是見頂的 所以後市的形勢 我覺得有點暗勇 不過 因為沒有 我還是看兩個因素 現在暫時來算 第一 騰訊 有沒有力再上 這個我覺得比較難 我覺得 雖然我是好人 但很有 但我相信在業績之前 即下星期三之前 可能它的股價 都是在10-20元的區間上 可能會先上去 短炒的話 我覺得可以 這次是炒這個波幅 10-20元的波幅 是可以的 但我都會維持持住 因為我自己跟大家說過 我預計第三個月的業績 會很強勁 所以我不回顧 反而第一次 如果業績好的時候 我追貨也不會這樣考慮 還有看看A股的因素 其實你昨天的港股升 A股也能幫到手 但今天 又好像沒什麼力量了 所以大市大前提 要再向上衝 是要A股加騰訊的配合 但很可惜現在好像有些暗容 而且今天高位 這麼大成交 沽下來 是有一點點擔心的 但怎樣也好 這些基本面比較強的股份 好像騰訊這些 怎樣也好 我是不會怎麼考慮的 即是不會考慮沽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買 好了 其實也說一下有沒有哪些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有兩種 一種就是海爾電器 其實在昨晚 在LOW TV 做的《講好今天》 有跟大家分析過 以及昨天的時間 在一股的環節 我很推薦這股份 因為我都說 其實昨天知道 那個叫做發CB 這個消息 是影響不到股價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麼事 我不斷解釋一下 話說 因為海爾電器的母公司 發行這個 即是海爾電器的好換股債券 金額打的 80億 而且換股系 如果你假設行駛的話 就會換到2億幾股的海爾電器 即是169 所以昨天早上的時間 它的股價是大插的 大插的 6% 但如果我等等 大早上的時間 我自己 就再研究一下 這一單的交易 發現了一個現象 很有趣的 就是說 如果根據它的換股價 或者換股的數目去看的話 它的換股價是33元 即是比現在的 可以電器的價格 高成五成有很多 所以這個 這個 叫做發行CB 未必是壞事 反而轉換 就是 是穩中偏好的 而且 因為 雙十一 可以電器 是未得到的 所以短期的部署 這隻股份 我覺得這些價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不要叫大家 馬上去買 但問題是 公司的前景 再加上這次 有個CB 這件事 對於股價 我覺得是正面的 第二隻 也是在分一股的環節 推介過的 是哪一隻 新意網 8008 這隻外有持貨 但是 這兩天的股價 升得很強勁 很厲害 其實我初來沒有遺疑 是有些朋友 突然間 今天 WhatsApp 跟我說 升了很多 我才知道 有這件事發生了 但是我還是對 前景看法 正面 因為現在 新意網 還有什麼呢 在找Data Center 而且 你可以說 當雲技術 雲服務 越來越多人應用的時候 它的增長空間 也會越來越大 而且 它本身在 將軍路的Mega Plus 已經是 全個建築 都是 Data Center 是全香港第一塊地 主要用途 是全香港第一塊地 主要用途 已經在營運 所以 按道理 之後的收入 將會大幅增加 所以 透過這間公司 又開始轉版 當然 再追貨 現在不要這樣建議 但是 新意網 這個股份 低一點 可能 五個半島附近 這些位置的時間 大家可以再慢慢 去 留意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知道大家都對新股有些興趣 是不是 我都會再嘗試研究一下 逆音 還有 說了一點 外面好像暗盤 這個雷蛇 股份上升了 15% 大家可能讓我先參考 如果你知道 有什麼新股特別的消息 我都會在這裏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